緩和山奧牛總住持蠻殼法師 親自以捷徑法水 為南天寺鄰近車站撒盡 歷經人行道以及電梯重建落成 火車站日前剪載重啟 期盼日後為市民帶來更多方便 大批民眾到場響應 還有當地政府官員以及媒體共同見證 藉火車站升級行建電梯以及人行道 主要針對生障人士 年長者以及富幼 提高乘車便利性 打造友善城市空間 南天寺扎根多年致力為社區服務 此次受邀為車站啟用撒盡祈福 行進人間佛教與當地的和諧交流 分享幸運大師的鴻法理念 傳遞良善觀念 為眾生帶來關懷 南天寺澳洲雪梨 綜合報導